拥有股神称号的巴菲特 一直以来都是华尔街的赢家 而最近股神也栽了跟头 由于自己投资的股票表现不佳 巴菲特在过去两天中 竟然损失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资本 巴菲特所掌控的投资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持有大量的IBM公司 以及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 但由于这两家公司 最新的业绩表现都不如市场预期 因此股价出现大跌 其中可口可乐昨天的股价 大跌6.03% 令巴菲特一天之内损失了十多亿美元 而在前一天 IBM令人失望的财报 已经让巴菲特损失了超过10亿美元 但由于早就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巴菲特 对于这样的状况应该算不上什么 况且它持有最多的富国银行的股票 在今年已经上涨了百分之十一 可以说是有得有失 上涨了百分之十一 我现在要说是个质楼 店的货cis 优优独播剧场